香港疑似出現武漢肺炎的社區感染 當地有兩例確診個案 住在同一棟樓的上下樓 雖然相隔約十層樓 不過住在樓下的患者 住處的廁所排氣管並沒有密封 不排除病毒 是透過這個途徑來傳播 大批檢疫人員穿上防護衣 全副武裝來到社區一樓 等待環境採樣 而居民則是戴上口罩 搭乘小巴進行撤離 這裡是香港清一長康村的康美樓 經傳不同樓層的居民 接連確診感染武漢肺炎 港府連夜撤離住戶 避免疫情持續擴大 儘管當局撤離大樓居民後 還是有四名住戶又出現疑似的症狀 其中第四十二例確診個案的六十二歲女士 與第十二位個案七十五歲的患者 同樣都住在清一長康村康美樓零七單位 兩人雖然相隔約十層樓 但由於兩人先後發病 又是住上下樓層 港府調查後發現 兩人居住的單位 廁所排氣管接駁糞區 而且樓下患者住所的排氣管 沒有密封 不排除病毒 透過此途徑傳播的可能性 更讓香港各界開始憂慮 是否有社區感染的狀況發生 特區政府是高度重視這個個案 所謂衛生防護中心 已經是聯同工程師和專家 進行詳細的調查 這個詳細的調查 在今日會繼續進行 因為這個病毒會從大便排出 所以它會從我們的大陸的下水道 這個系統出去 那如果這個大陸老舊 然後它的化分的功能 或者這些滅菌的功能不好 然後可能有些管線出問題的話 這個病毒會往哪個方向跑 很難預測 醫師表示武漢肺炎病毒飛沫 進到空氣中後 什麼樣的傳染可能性都有 民眾要保護自己的話 還是勤洗手戴口罩是最安全的方式 記者為陳立峰 王德新特別報導